上一期说到我们来了拉斯维加斯的EDC音乐节 因为正好在LV 所以我们提前预约了我们心意已久的一家中餐火锅餐厅Export 最开始就是被这张图吸引过来的 他们家店面很大 灯光略昏暗 有点像酒吧风 但专饰的还算豪华 感觉拉斯维加斯附近的餐厅大部分都是这种装饰风格 桌与桌之间距离很近 人生也非常的吵杂 店里还有自动送餐的小机器人转来转去 他们家的菜单还挺简单粗暴的 175的Omakase或者可以自己单点 蹦迪过后睡醒吃午饭的我们仨脑子已经嗅掉了一半 果断直接选择了175的tasting menu 菜上的很快 先是一盆黑天鹅酥 我刚开始还在想怎么甜点先上来了 以为是榴莲酥 结果一口咬下去吃到鸭肉瞬间惊呆 整个表情就是哇榴莲酥啊为什么是咸的 前菜除了鸭肉酥还有和牛沙拉 虽然这个沙拉跟和牛没有半毛钱关系 旁边的前菜是鱼子鹅干吐司和sashimi套餐 里面包括甜虾生蚝和通拿鱼 另外说到火锅汤底 我点的是龙虾汤底 对 我刚开始点完还有点后悔 因为感觉龙虾汤底估计会比较清淡 没什么味道吧 结果一上来以整个经验煮 汤底龙虾味道非常浓烈 不过到了后期都有一点腻也是真的 说到这个鱼子鹅干吐司 这道菜就很有金钱堆砌的味道 鱼子酱、鹅干、黑松肉、和牛、海胆 价值堆砌利器 接下来重头戏终于来了 终于见到了这个仙气飘飘的牛苔桌 左边是三个和牛寿司配柚子酱 中间三个是和牛海胆卷配鱼子酱 上面是烤和牛 剩下的牛肉粒是顺着吃 另外还有一盘单独的和牛片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和牛饺子 和牛肉丸和蔬菜 蘑菇 另外还有一只生龙虾 由于我本身汤底就有龙虾 所以一锅下去有点傻傻 分不清楚 最后的signature我们选的是和牛三明治 说实话有点后悔 因为本来吃到后面就很油腻了 三明治再夹着和牛真的又肥又腻 其实当时应该来那个和牛拌饭试试 最后是当天的甜点 其实拉斯维加斯开这样一个高端线的火锅店 我还真的是挺开心的 毕竟全世界的游客云集在这里 很多外国人都会来品尝一下中国美味 但要说是不是全美最好吃的店 我可能还是会把第一名搬给当年刚开店的西雅图的澳门豆捞 重点是还物美价廉 不知道现在物价涨一涨 五月份的拉斯维加斯 我感觉已经恢复了八成疫情前的热闹程度了 酒店里赌场内都是人挤人 非常喧闹 虽然我们疫情期间也有在游玩吧 但是拉斯维加斯这里人挤人的程度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习惯 好啦这一期就到这里啦 下一期见 拜拜